台铁公司化条例劳资双方争议 未解台铁公会发起了端午节不加班的运动 目前有超过九成司机员参与联署 不过因为交通部释出善意 公会考虑备而不用 立委刘正豪要求交通部做好最坏的打算 提早规划配套措施 并且优先考量东部地区的运输 台铁公会五一劳动节发起 依法休假的不加班运动 抗议交通部台铁局 推动公司化改革过程 末世基层新生 交通部紧急推出类火车接驳因应 不过危机才落幕不久 公会又再度发起 端午节不加班 目前已经有超过九成的司机员参与联署 立委的正豪要求交通部 及早规划配套措施 保障东部运输量能 就真的没有办法一定要 要另变措施的时候 至少要在花莲部分如果接驳 会有比较多的印量到花莲的时候 可以把人接到回来台东 他有所谓直达 也有在花莲的区间跟 台北花莲的区间跟 花莲跟台东之间的区间的 车辆在运作 台铁18号举行公司化 劳资协少会议 聚焦安全 资产 员工权益等四大议题 虽然双方还未达成共识 但有鉴于交通部释出善意 其已经有初步进展 台铁工会25号将开会讨论 端午节不加班的计划 是否备而不用 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辛苦 对啊 我们是怕没有那个车子坐 可是台铁员工也是该休息 两边都要顾了 台铁公司化 争议一天未解 列车停时戏码 恐怕将不定时上演 至于下周即将到来的端午廉价 可预期返乡旅客将会比 劳动节大幅增加 劳资双方协商结果将直接影响 运输状况 是好是坏 继续社交会台东市报道